所以BC和法国的经济交流的最好的一个数字是在投资方面。 BC的企业代表全部投资的10%到15%。 那是因为原来历史以来的加拿大和法国的关系主要是在加拿大东部, 特别是凯北山和法国,他们是两个法语地区, 所以很自然地有过很密切的经济联系。 可是最近几年以来我们看到就是要往西方去,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企业就去文革化, 来看有哪一些经济的机会。 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地区的加拿大企业就愿意在法国落步。 我想这个文革化这个城市由于它的社会成分的主要部分现在靠于中国人, 就是加拿大人,有中国系,有华系的加拿大人, 给这个城市一个优惠。 这个优惠是什么呢? 是出于资金之外,这个人的资金特别重要。 因为他们可以给这些企业,就是加拿大企业还是欧洲的企业, 一个机会来更深入了解中国在全球化这个过程当中能起怎么样的作用。 但是,可以让我们继续感受面的一个体制讯性。 是吗? 如果您说是拉大企业,是在全球化为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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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